每次看到這段影片我都會講一次 這個系列呢 其實記得如果你沒有做上一套的Pass Paper的根底 千萬不要花時間去背 因為你會發覺背了 落到牆會發覺一隻小四人斑出來 所以若然你未做完Pass Paper 麻煩你先做起碼DXC 才好嘗試花時間去背這些東西 要不然你會發覺沒意思的 好,那關於2NM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就是用間尺鑽完頭之後吸紙上來 究竟背後怎樣回答呢 如果真的這樣 三大重點 但其實是非常之長和仔細的 你留意一下 引號的字就是不一定是膠間尺 可以是其他間尺 吸的也不一定是紙 可以是金屬片也可以吸到的 沒問題的 為什麼電鍵要安裝在LiveWire那邊 我經常都會問到的 希望你可以答得好一點 其實答案很簡單 寶如座就很容易寫的 留意這段影片 有時候可能要pause著看 如果不然你會發覺未看完 已經下一頁了 好,今天解釋一下 EARPIECE是什麼呢 EARPIECE就是 例如你聽耳筒的位置 就叫做EARPIECE 四大重點 接著就是CAMUTATOR 在DCMOTOR裡面 其實DCGENERATOR也有CAMUTATOR EARPIECE的意義差不多 不過這個答案的版本 是主要是MOTOR的 所以你會發覺是有CURRENT FLOW 在這裏 好了,LiveSpeaker的聲音如何製造呢 三大重點 你要留意這個LiveSpeaker 跟剛才EARPIECE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是差不多 不過這個LiveSpeaker 特別是講一個比較大的CURRENT 主要是音比較清晰 剛才EARPIECE 其實你最好是看回 當你題目一出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幅圖給你 你跟著形容會比較好一點 剛才講完聽 就用口說了 MICROPHONE 接收聲音的Working Principle 三大重點 要留意分別跟之前有什麼不同 倒轉左搭來說 其實是很大件事的 好,接著就講一下CURRENT 怎樣produce 特別是在一個Coil裡面 有些東西在一個MANDATIC FIELD 有些東西在什麼呢 看回題目了 一定要講一下EMF PRODUCE INDUCE 以及CURRENT 去INDUCE 好,最後就是怎樣去reduce 這個power loss 在一個Transformer 怎樣去幫助呢 這就是三大重點 那你記得這個 除了背的時候 也要留意我們的power loss 是用Pi2R 基本上每一次都要用這個色 用第二個色錯機會 非常非常高